我手上这个就是今年苹果最新发的14 Pro 这几天大家都看了很多关于iPhone的新的上手视频的体验视频 就是一些国外博主发的 我自己也是 但是我不太关注其他体验者 这几天都在关注的一些关于什么颜色手感 重量好不好看这些 我都不是特别的在意 我比较在意的一些研究一些技术和一些细节 大家都知道我特别擅长云文分析 然后每次看完发布会之后 其实我都有一堆关于技术 还有一些细节上的 技术细节上的一些疑问 之前因为拿不到实物就只能去云猜测 然后又因为苹果的发布会 其实讲的细节不多 很多东西就只能等着我们 拿到机器上手体验之后才能慢慢发掘 所以这次就终于不用再云分析了 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 iPhone14全系列产品的一些技术细节 比如说新手机的散热怎么样了 还有比如说充电功率有多大了 发不发烫 还是不是像以前会发烫降频 然后降量多 然后还有A15跟A16的芯片的 这个性能差能有差 能差多大 还有就是影像系统的升级 我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 最后我会跟大家聊聊 大家都关注的 就是这个 他们叫灵动导 这个新的交互逻辑 我是怎么看待这个灵动导的 对我个人来说 就是每年刺激我更换手机的最大动力 其实就是处理器性能的提升 不过A系列芯片 在最近几年已经达到了一个 提升的一个瓶颈了 那就是手机的散热跟不上 芯片性能就很难发挥出来 而且最近几年 新的芯片的性能带来的提升的收益 也越来越不明显了 不俗的性能之外 我们真正需要的更多的是高能效 还有稳定的散热 还有持续的性能发挥 所以到了今年 苹果的发布会几乎没有提A16相比A15的性能提升了 反而拿出了他们家三年前的A13 然后吊打 对吧 所谓的友商的产品 从这件事 我的解读是 就是相比A16相比A15的提升 其实最主要的 可能不是什么频率 IPC这些指标 而是更高的能耗比 然后更高的效率 因为效率更高的话 其实可以降低 可以变相的降低处理器的发热 然后降低了发热 就有更持续的性能输出 这两天 关于网上关于A16的各种跑分情况 也慢慢被披露出来了 大家都知道 在A16相比 单核性能相比A15的话 提升大概就是10%左右 多核能可能也就是做到15% 所以说很多人就说 什么A16的性能提升 非常非常有限 然后就 其实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A16相比A15的提升 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高能效 就我刚才说的 另一个就是持续的性能释放 我推测A16的性能 更多的是依靠降低发热量实现的 降低发热的一方面 肯定是依靠 台积电的最新的4nm的 NCP的工艺的提升 能耗降低 发热降低 效率提升 不过我更倾向认为 可能苹果是做了一些 散热上的一些优化 甚至可能是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以前的发热很凶的 双层版的设计 会不会搞成了单层版 这个我不是很确定 其实不只是搭载了 这个A16的Pro和Pro Max 其实14跟14Plus也优化了 我估计也会优化了 这个散热设计 如果说苹果的说法属实 那么理论上 14和14Plus的性能 应该不会比去年 搭载了同款芯片的 13Pro和13Pro Max要差 因为去年的13Pro 是可以拍1080P的 这个Cinematic视频的 发热量非常大 但是同款的A15的芯片 在今年的14和14Plus上 居然可以拍4K的 Cinematic视频 所以你要说 14跟14Plus上 没有上一些 关于散热系统的 新的优化的设计 我是绝对不信的 对了顺便一提 就是今年的手机芯片 主打高能效和散热 不仅仅体现在了处理器上 电源管理AC 应该也会同样受益于 更好的散热设计 这个我们就只能等后面 可能自己真的 买到这个机器了 或者说等其他的 做拆机视频的朋友 对吧 我们才能了解到这一点 这个4K分辨率的Cinematic 我已经拍了5分钟了 连着 然后这个是在我的13Pro Max上 大概拍5分钟的 它的发热量 我体感温度 应该差不多是在434 那这个感觉温度差不多 但好像是低一点 4K Cinematic的素材 拍了已经10分钟了 没有看到屏幕降低 屏幕降低亮度 这点又挺意外 然后它的温度 跟大概跟5分钟之前 也差不太多 所以我觉得 它还是在散热上 做了一些 但它明显没有均热板 它发热不均 还是在这一片 如果我的手没出错的话 应该是没有均热板 它发热量 还是重点在这里和这一片 看来它是通过新的制程工艺 可能降了一点发热 然后经过测试 14系列可以更持久的 维持最高功率充电 其实看一眼 他们官网的描述也能看到 我记得他们说的是35分钟 能够充满50%的电 然后这个是我刚才说的是 13Pro和13Pro Max 然后今天的14Pro 大概是30分钟就能充击50%的电了 所以说肯定是能够维持更高功率的充电了 那必然 如果用的芯片还是去年的 对吧 那必然就是在散热设计上有一些更新了 那散热设计呢 无非就两个方式嘛 一个是把双层主板搞成单层主板 这样它不积热 另一个方式呢 就是传说了很久的这个VC 就是这个Vapor Chamber 但是我个人的体验感觉好像不太像是上了军热板 因为它发热还是集中在这一片区域和这一片区域 底下呢还是会比温度还是比较低 总结一下我关于性能部分的分析啊 今年搭载了A15的这个14和14plus的性能 完完全全是通过更好的散热设计压榨出来 而今年的旗舰的这个A16芯片 搭载A16芯片的A14 Pro和Pro Max 除了制程优势提升提升了一些散热的以外呢 应该也受益于它所谓的这个散热的新设计 那最近几年苹果的自然芯片已经到了 连年都性能过剩的程度了 你再去与其再去每年对吧 通过更高的这个发热量 换取短暂并且相当有限的这个性能提升 苹果今年的思路是优化发热 来实现持续的这个性能释放 就好比我去年用了一年的13 Pro Max 一开原神120高刷 基本上就是两分钟就降频 屏幕亮度降低 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今年的手机呢 不管是A15还是A16 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改善 我很高兴呢 苹果能够走到这条 走回这条路吧 那毕竟持续的性能释放 可控的发热 更高的能效 更省电 这个呢 才是手机对于处理器的需求 接下来我就来聊聊影像系统的升级吧 14系列 全系列相比上一代手机呢 主要提升的是暗光下的拍摄的这个表现 除了更大的CMOS 之前Pro系列才有的这个Sensor Shift功能呢 也下放到了14和14Plus的机器上 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裁切算法结合物理结构的这个光学防抖 14呢就可以实现媲美云台的这种防抖效果 Action Mode的防抖效果基本达到预期 但是画质表现非常非常一般 估计是裁切导致很多画面细节的丢失 那当时的测试是在室内环境下 我猜测在户外光源充足的情况下 画质问题应该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我估计26毫米等效焦段的这个主摄呢 如果你要利用到它所谓的这个Action Mode 这个裁切防抖 拍出来的画面等效焦距 估计要在50毫米以上了 原因就是因为在26毫米的这个等效焦距下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小广角 对吧 那么周边的这个图像的这个畸变是比较大的 然后比较大的这个畸变的很难通过这个算法去校正 再加上这个图像的边缘要给这个防抖流出 做出这个预留 所以说裁切有点狠 就直接从20多干到50多 而且14和14plus支持了这个4K分辨率的Cinematic视频拍摄 用的还是上一代处理7A15 我猜测就是更加激进的 我说了很多遍吧 更加激进的这个散热设计事件 也就是说理论上13pro系列 其实是可以支持4K Cinematic Mode 但是因为散热设计 导致这个手机没办法持续的释放性能 所以说苹果没有在去年 让13pro和Pro Max用上4K的Cinematic Pro的长焦是通过更密的CMOS实现的 镜头组的等效焦距没怎么变 也就是说光学镜片没有长焦 但是传感器上留下的影像更加精密 那图像确实是可以通过分辨率更高的CMOS实现无损的放大 虽然感觉有点不太对 但是仔细一想 你这样也确实算是光学变焦 所以明年的iPhone应该是很难通过这种方式再提升焦段了 比如说明年不可能上一个96MP的传感器 这个不太现实 所以顺这个逻辑想明年会不会用上这种潜望结构呢 虽然说我自己很不支持手机上实现长焦 连年去搞这种手机上不应该存在的这种功能 但是似乎这就是苹果如果再想卷影像系统的话 可能这就是他们唯一的升级的思路了 那接下来我来说说屏幕了 14 Pro和Pro Max相比14和14 Plus 处理器的提升是没有往年那么直观的 对很多人来说是否要升到Pro这个产品线 除了影像系统有比较明显的区分以外 屏幕的区分除了我等下要聊的Dynamic Island之外 那就是Promotion这个可自适应刷新率和它的屏幕的亮度了 所以对大部分对影像系统跟我一样不太感冒的朋友来说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Promotion 有没有Promotion和屏幕亮度 Promotion这一刀特别精准 如果说你习惯了这个动态的刷新率的改变 几乎很难再适应回60赫兹的屏幕 也基本就不用考虑14和Plus了 那么除了Promotion和灵动导致之外 苹果标称的Promax的2000nits的户外风制亮度 跟上一代屏幕有很大的观感上的区别 我们可以用闪光灯来激发一下它的屏幕亮度 来给大家直观的表现一下 但是咱们有一说一 我觉得即使是从1000也好 1200也好 1600也好 提升到2000 这个亮度在户外也是基本上只能做到治标不治本 也许2000能让你在正午的阳光下看不清的东西 勉强看清楚一点 因为大家要知道 正午的阳光如果照在水泥地上 再反射近人眼 那这个亮度是可以到几万尼特的 即使是照到花朵上 叶子上 这个亮度也会大几千到几万尼特 那手机上的1000跟2000 大家会觉得有本质上的区别吗 基本上不会有 但是我个人分析 它今年敢做到2000尼特的峰制亮度 然后又有4K的cinematic拍摄 还有更强的性能 我觉得今年的性能升级 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 主要是在持续的性能释放 也就是它的散热 它发热会降低 然后散热还要更好 这个是给我的感觉 AOD显示也是很多人期待的这个功能 就是锁屏之后 Pro和Pro Max在锁屏之后会像手表一样 它有一个Always On Display 对于平时跟我一样 有习惯手机比如说放置在充电座上 对我们这样的人可能会很有用 比如说我们上班的时候对着屏幕 但是我手机来了信息之后 我们可以不用去操作 直接看到一些 不会错过一些信息的通知 然后瞥一眼就能看到手机显示的这些信息 但是有朋友可能会担心烧屏 其实大可不必 OLED屏幕的特点就是亮度越高 尤其是颜色偏蓝和偏白 越容易烧屏 AOD这个状态下会严重限制它这个屏幕的亮度 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完全不用担心 低亮度下OLED寿命的问题 那也有可能朋友会担心 AOD会不会影响续航 在这么低的亮度的这个情况下 再加上一秒一次极低的这个刷新率 而且AOD状态下 A16核心大部分的这个处理器上的核心都关闭了 只有负责 专门负责AOD和屏幕刷新的这个鞋处理器 在非常低的功耗下运作 我认为对续航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AOD状态下的这个屏幕待机功耗 顶破天也就是 我估计也就是一两百毫瓦 所以你这么去考虑的话 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 接下来就是说到整场发布会 大部分人最关注的这个 Dynamic Island的这个灵动岛这个功能 我的朋友们给我的反馈有两个极端 分别是觉得苹果这个功能 特别有创意 做的特别有这个苹果范儿 然后认为这个灵动岛就是新手机最大的亮点 确实有一批人是这么给我反馈的 还有一类人呢就像我这样子 就是觉得灵动岛呢 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牵强的设计 明明是为了照顾这个挖孔屏幕的缺陷 不得不做出来的一套UI和逻辑 那上手体验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我这个想法确实有变化了 就是我现在比较中立 就依然会觉得这个是个擦屁股的设计 但是呢我觉得不得不承认苹果的这个动画 还有UI还有很多考虑上的逻辑上的东西 还是有点东西的 OK 你看点这个苹果录制的时候 它会分割出一个大号的药丸 然后这块会有一个交互 等于是这真的是一种新的交互 它围绕这个做了很多交互 音乐 音乐也是点一下进入这个Album 然后长按时进入这个 Airdrop上面也会有一个 灵动岛的优势呢 就是在于一些后弹运行的App的利用 如果说利用的好 那很多情况下会让人眼前一亮 但是如果说你利用的不好 反而更加占用屏幕的这个显示 有限的显示空间 会让人更加分散注意力 还不如不用了 这一点实话是说有给我的感觉 就特别特别像任天堂 就是任天堂做的很多游戏 很多创新的硬件设计 但是可惜的是 只有他们自己的一线开发商 能够真正的做出有创意的东西 利用到他们独特的这个硬件 第三方的开发商大部分都在摆烂 所以说灵动岛这个设计呢 很大程度上在于第三方开发商 要怎么利用好这个独特的设计和交互 我估计我们等一两个月吧 就应该能见到很多很有创意的用法了 也会让很多有独特 这个围绕着这个灵动岛 做了独特设计的这个这些APP 忽然爆火 但不管怎么说 在观影的时候 比如说看照片和看影片的时候 灵动岛呢 对于这个Notch在最顶部的机型 在观影的时候 一定是一个更加分散注意力的一个设计 这个基本上是无解的 不过考虑到苹果以往的一些创新的设计 比如说3D Touch和这个 Touch Bar 都坚持用了好几年 我个人预计啊 灵动岛的这个挖孔设计 至少会在手机上持续两年 所以大家不用期待2024年以前的iPhone 会用上全面屏了 就算用上全面屏 他们也会保留 这里会有一个灵动岛的设计 因为这已经成了他们iOS系统交互的一个特点了 所以接下来我估计至少两年 这个设计不会动 然后顺便一提啊 其实大家看起来是一个药丸的形状 实际上这是两个开孔 我们准备了一些拍摄的一些素材给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中间有一个类似于沙漏的一个形状的一个空间 它是没有做显示的 但是呢会在某些情况下 比如说你在调用摄像头 或者你在调用麦克风的时候 会有一个类似于指示灯的这么一个indicator 我觉得这应该是苹果有意为之的一个设计 但是我不理解的是 在苹果上开两个孔的这种不良率也好 残次品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下明显要更多 它为什么要做这种设计 这个我也想到时候想听听大家的一个想法 不知道苹果是怎么考虑的 也许我们黄河说可能是他们硬件部门和灵敦岛的设计部门 可能没有协调好 对吧 在赶牙子上架一年出一代新手机 可能会是这个原因 这个不清楚 还有一点最后一点值得说的就是 iPhone的触摸屏利用的是偶合电容现象 用于触控的电极层本来就是透明的 所以自然而然的整个面板都是可以触控的 触控的识别是在这些屏幕面板的最外层 几乎在最外层 那跟内屏的面板是否挖孔 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自然而然哪怕是摄像头的最外层 以及整个灵动岛的区域 这一片就这一条都是有触控识别的 所以各位开发者先给你们提个开发思路 横屏过来的话 这条黑色的灵动岛是个天然的touch bar 尤其是游戏 你们完全可以利用到 本来是屏幕缺陷的这么一条黑色的区域 把它做成一个交互条 直接做在上面 这上面是有触摸识别的 最后我来聊聊续航 续航最强的依然是14 Pro Max 比Plus 比这台Plus要多了几个小时的观看视频的续航 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于 有没有Promotion这个屏幕了 尤其是观影的时候 相当于你看24帧的电影的时候 你的刷新率全局都在24 在有Promotion的屏幕上 光是屏幕刷新率这一点 就相当于比14 Plus 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当然说如果说你拿手机 不是天天看视频的 不是天天看电影的 那14 Plus的续航当然也不差 只不过对我个人来说 显示尤其是日常的在UI 或者说在系统界面的时候 能降到10赫兹 在我来去想的话 应该是一个更合理的设计 我觉得可能再过一两年 苹果的全部的产品都可能会上Promotion 因为这个明显是一个更合理的刷新率的逻辑 可能我聊了这么多 大家就可能会比较想了解 买哪台手机会比较划算 那我一贯的观点就是买 你买得起的最贵的 这就是我的观点 因为这样你不会后悔 OK 那今天我们体验 差不多就体验到这 再过一段时间 我们自己可能拿到机器 然后也看到其他频道做了拆解之后 我们可能会有关于芯片 关于影像 关于屏幕 还有关于更多技术细节的一些我们的看法 然后到时候也会做视频跟大家分享 OK 那我们今天聊这么多 一会儿那个AK如果讲了什么东西 有翻车的话 它的那个新的14 可能它会提示SOS自动报警 什么意思 翻车 啊 Crash Detectio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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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